本港入境檢疫政策3加4被指過於嚴格 影響商貿交流、文化體育成事卻步 繼香港馬拉松取消後 原定明年在本港舉行的世界龍舟錦標賽 也疑似泰國 商界及醫學界近日陸續呼籲呼復正常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林健鋒 在電台節目呼籲當局 將入境檢疫盡快放寬至至少0加7 目前海外女客要先在當地取得核酸檢測金證明 才可以登機來港 林健鋒說在外國做核酸測試 不像香港那麼方便 認為要取消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港助教授許雪昌 亦是電視節目說現時每日輸入個案比例遠低於2% 98%的輸入個案在抵抗7天內被發現 如果未來1至2個星期內 單日確診數字持續下跌 醫療系統又能夠承受 可以考慮先縮短檢疫安排到0加7 並且取消登機前做核酸檢測的要求 許雪昌又說本港疫情有下降趨勢 病毒即時繁殖率低於1 但預料確診數字會繼續維持在低4位數 官符世界很多地區 死亡率接近0.1% 但本港一老一有接種率 仍需要提高